行行出状怨 嗯 你知道吧 你觉得这个不起眼的行业 嗯 它也许可能就出状怨 你干好就你 你就是这立的状怨 大家好 我是唐不登说北京 说这硕士学历 送外卖 这事您怎么看 胡正大爷特开明 说行行出状怨 而且呀 说年轻人叫外卖 这事他很支持 这也太少见了吧 您过来和我一块看看吧 说好多那个供着孩子上大学 上了一个硕士 然后送外卖去了 您觉得这 那就是他 你提这个问题 有好些大学毕业生 对不对 跟他实际工作不符 实际学的专业不符 对不对 比如说你说这个 他这个大学生呢 就是他送外卖的 也许他这个专业 不适合现在时代的要求 对 没有什么发展 他觉得自己学的没有什么发展 有的是专业 根本就不对的心思 就是为了上一个大学 你知道吗 所以他送外卖 这有可能是 为什么 现在外卖轰得挺好的 对 工资也不少 你送的多你就多拿 也许他可能他觉得 他现在能够试用这个 也许将来他会改变 对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也许他动作这一学和比呢 他将来还会 还会改变 他不能说一个大学生 我上了二十年 从小时候到大 二十年 一二年的学 就把这个专业给丢弃了 也许有这个专业 现在不适应 也许过两年就实行了 对不对 所以看形势 要看形势 大学毕业生不还有卖猪肉的呢 对 北大卖猪肉 实在那也当老板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才 看你在什么环境下发展 你知道吗 好像出庄业 你知道吗 你觉得这个不起眼的行业 他也许可能就出庄业 你干好了 你就是这类的庄业 你干不好 你没心思干 那就没办法 年轻人啊 都不在家做饭了 都是点外卖 您觉得这个 觉得这个吧 有时候也是 这老师从小给孩子管的 管的 真的 懒了 懒 第一个 第二个 现在这生活条件 跟过去有不一样 过去 这家好几个孩子 整个锅锅头 弄点西汤 不行 这一顿饭 现在还不行啊 现在正年轻的 你说家里面这儿给你蒸锅锅头你吃什么 不吃 直接说不吃 老娘喜欢吃锅锅头 他老想装着怎么换点口罐 对 而且现在这个外卖 说的也方便 我们也方便 但是年轻人在拦点 觉得工作累了 休息一天他也不乐意做饭 谁乐意老婆在厨房 那一天到晚油烟的心 谁也不乐饭 我说在我要有条件的话 我也叫外卖 对不对 不想吃什么 对不对 我说 回头不动了 外卖 想吃烤鸭你笑 对不对 想吃什么你人家都想送 你那老伴给做呀 你老伴给您做 他那个做 那个做你管你尝吃吧 对就没味儿 叫点外卖 改善改善口罐 看 葡萄风景 品败为人上 您听听啊 大爷对于现在的这些现象啊 看得非常的开明 这送外卖啊 大爷说了 没准啊 就是一时 他这专业不对口 你保不齐 人家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 对于啊 这叫外卖 大爷也分析了啊 有可能啊 人家就是改善改善口味 他自己啊 也想时不时 换换口 得 感谢大爷 接受咱们的采访 祝他身体健康 万事顺益